李東楊要向你請教的事情就是 因為他的這個 算是知道了 剛才穿過幾片蝦就是苗期的期間 也是還在我們的血盤苗裡面 他說他的蝦有什麼 有這個肌食 算是指紫色的斑 有這種症狀 也有黃化的症狀 他應該症狀的是高麗菜吧 高麗菜知道吧 這個我們看到 就是高麗菜 他的這個 看起來有那種 紫色災害的時候 有一點直直的這種 算是感到那種症狀 改成沒人說 真好色 一種的一個 這個 真多 有時候會為什麼 這個情形 這通常是 最重要的 就是說 它是一個生長 生長的一個 逆症 生長的一個逆症 就是說 它已經是未來 就已經有 一種的一個情形 所以 大概都是一個有關 但是有的人說 這是不是有一個缺鈴 當然沒有錯 它是缺鈴 但是為什麼這麼小的缺鈴 我們不是都噴很多 這種什麼 磷酸一夕 噴一堆 是不是 還是說二十二十的肥療 然後就噴了一堆 為什麼這樣 這有時候應該是一個 可能是黃化 我們後面有看到這種 這 實在是很不ok 這應該是在它的 這就是 生肥管理 裡面有一個 環節出問題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 可能是一種 管理上的一個 生長逆症 所以 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 什麼生長逆症 生長在管理上出現的 生長逆症 就是一個 人家說太冷 太冷 太冷 它的營養 沒有吸收 它的缺鈴 太冷 也會缺鈴 所以你就看到 有一點紫色的 這種情形 會走出來 還有一個 太冷 太冷 溫度不好 吃不得 也會缺鈴 所以 這個也是會的 你說 這個 溫度 因為葛西菜通常是 我們 比較涼涼的 天氣 但是有時候 就這樣 出現一種的 一個 葉子的 這個情形 所以 這很容易有這個 尤其在 現在 早春 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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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很多 都有 這種情形 所以 這都是一個 環境有很大的 這個關係 所以 要先來注意一下 因為 這很有可能 就是 天氣有一點的關係 所以 還有一個 有時候 醫療 就是給他淡肥太多了 還是怎樣 這 要注意到 所以 最重要 最重要還是跟這個 溫度有一點點關 所以 可能 你在這方面 尤其 要注意 肥療的 使用 不用太多 肥療 因為有時候 缺乏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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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點點 這個 來營 像玉米樹 這種 比較難做 所以 通常 在我們 營 大概 就有辦法把這個問題 調整起來 所以 沒有 你如果是 藏 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這個 黃葉 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注意 因為剛才這陣子 很容易到 露昆米 陸軍兵有時候 他如果 成長到 他會去影響到 因為上面的肥療 沒有健康影響到 他肯定的 這個 行動 這樣也會比較不會吃肥 也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 我們 好朋友 一定要在這方面 你稍微注意一下 在這個 觀光裡面 我們就 可以去注意 就是說 不可以想過頭的 如果說 沒有水 還是說 不適當的 肥分 簡單說 就是量想過頭 多 這都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 出現這個問題 這樣 所以這個 讓我們好朋友 少了解